咱们理解一下 P球 是通过球拍 削击球右边的感觉 我知道 都是打球头 但是我说感觉 是削球的右边 来 那这个削球一进去 会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 它和我的挥拍轨迹 就不同了 因为我现在是往前挥 对吧 你看 我先往那边打 我先往斜线打 对吧 我现在继续往斜线打 我首先隐蔽性就强了 因为它跟我挥拍轨迹不同 第二 削球能不能更稳 是的 它可以更稳 因为当你削球进去的时候 属于一个简历球 我可以比这种直接调 可以稍微描得更高一点 它有更多的余量 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 我要是想用劈来打 你看我这个 我来劈几个 劈几个 很找找手感 好 将将过 将将过 落点的都很好 怎么你发的这么奇怪 你看 基本上落的都是一个位置 都是擦着往皮过 那好 那我现在直着调 直着调 往这儿发 你别老往右发 镜头在这 没过 稍微高了一点点 落点不好 那销球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销球我说了 它可以使的劲大一点 描得高一点 如果我现在是正着打 我往高打 稍微往高打一点 打个平高吧 是什么效果呢 哎 球是往平了飞的 那如果我还是在这个击球点 我想像我打平高一样 销着打呢 它都过去了 也就是我在打批掉的时候 我就算掉的高一点 这个球也会受 销球的影响 而出现什么 下坠 它过往的时候虽然很高 但是它过了之后 立刻就坠 所以我不用瞄得那么惊喜 它都不容易掉的太高 第二个 球的飞行距离 直着打球飞得远 我销着打球飞得近 那既然它销的 它飞得近 它就更容易压线 因为我使劲打 它也打不了多远 来我看看 你躲开点稍微 你发到位点 我就批直线 我使劲批 我搂圆了打 我使这么大劲 这球都已经挂 都打到那边凳子上了 那如果批呢 我使的劲比这个还大 发到位 因为我本来能打到前场的 你这样的话 我就 看到没有 它只能落在中前场 我使这么大劲 它也只能落在中前场 打到我自己了 那也就是说 我可以使一个 描得比较高 然后我使的力也比较大 但是这个球的质量呢 在吊球里 很高 就好比你投篮一样 篮筐这么小 你这个力量就得控制的比较精准 要是这篮筐有一片场地那么大 我现在在这投 你觉得我能不能投进去 因为它在一个非常大的力量的控制区间里 所以我们用劈滑打 是非常好追求落点和过往弧度的 你要是想直接掉 你又得控制高低 还得控制远近 甚至要控制落点 如果你劈着掉 你基本上对着那个方向 你感觉那球弄到那个方向飞就行 稍微往高打点 没关系的 因为它过了往也会坠 所以劈滑就很就很好了